如果娱乐圈那对夫妻最容易被黑,那一定是黄晓明和baby两人无疑。 自从两人成亲之后,就一直被网友们疯狂diss针对,特别是baby简直成了网友们张口臂马的明星之一, 连累着黄晓明也被各种狂黑,陷入和键盘侠战斗的漩涡之中。 对于这种状况,黄晓明和baby自然是拒绝的,为了能够洗脱网友们吐槽的演技尴尬, 黄晓明不仅揭拍那和胡歌叫板的狼牙板之风喜长林,更是随后在王妃主持的话乐之承上亲情表演。 但是这些举动,依旧收效甚微,网友虽然不再忧着他不放,但要说好感,也已尽于无。 从前一段时间他被爆出疑似操控股市,还是写操控常生生物时的骂声中,就可以看出来, 大部分网友对他依旧没什么好感,找到了由头还是会接着骂他,证明自己不行,触风头也不行,黄晓明应该绝望了吧。 但并不是,近段时间黄晓明终于明白,他应该做什么才能洗白自己,那就是做公益。 这段时间,黄晓明一直投身于公益事业,各种公益活动都多次参加,而他这种做法,终于扭转得网友对他的影响。 不管是为了作秀还是真的慈悲心强,但只要你做了正能量,有益于国家,有益于社会的事情,肯定会被正直的群众记住。 因此,这一段时间,网友对黄晓明特别宽容,但其实黄晓明不仅自己做公益,他还拉着baby一起做公益。 前一段时间,有网友说baby在武林大会上的千两有礼,让他赚粉。 但其实真正应该让大家认可,baby的东西,应该是近段时间,他参加的公益活动。 不管黄晓明夫妇远见如何,也不管他们是不是在借机习戴,还是真的富有同情心,但是他们却是在行动。 虽然没有古天乐那样做到了极致,但是也没有像一些明星一样,将钱用在了公关和舆论炒作上。 只要他们做着正确的事情,不管怎么样,都应该给予掌声和支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